听到凤飞飞的歌声真的是令人回味无穷 不过接下来看看这阿妹怎么被骂了 原来张慧妹19号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开唱 好朋友纳因前来捧场 只是没想到这个阿妹点名她 使得她立刻起身挥手 才惊觉说自己根本没化妆 而且披头散发的样子 好像跟一般大婶没什么两样 两个人后来通电话 第一句话就立刻骂了起来 臭自觉不断 各种骂人的话也显示出纳因好爽 直脉这种个性 也让阿妹笑翻了 还觉得说很爽快 因为她感觉这是一种亲密的感觉